好 財經消息帶您看到 今天臺灣第四家電信業者 宣布5G開臺 主打低價親民策略 日期美國國務院公布5G可信任清單 臺灣五家電信業者通通上榜 NCC官員期盼 政府跟民間共同努力 推動臺灣產業成為全球5G關鍵力量 臺灣之心由董事長林青棠 帶頭宣布5G啟動 成為在臺灣第四家開臺業者 不光全新品牌主張 認為5G要能輕鬆入手 資費挑戰業界 5G開臺 我們把吃到飽設定在999吃到飽 這會使很多的消費者 能夠很自然 很輕易的 能夠享受到5G的網路 可是不需要付很高的價錢 不需要一開始就付一個 5G資費的價錢 中華電信遠傳臺灣大哥大 5G資費入門價599到1199元 吃到飽1399至2699元 臺灣之心資費399元起跳 4G用戶也能加掛5G服務 合計999元就能吃到飽 亞太電信計畫第三季開臺 資費則是尚未公布 5G上網速度快人一等 不過臺灣開臺一個多月 業者透露實際用戶居然不到10萬人 超過九成民眾興趣缺缺 過高資費支援手機不夠多 訊號覆蓋率更是問題 也就是在5G未來的發展 我們需要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龐大的投資 需要很多年的才能回收 所以我們對於所有 希望跟我們共平共往的 我們是抱著一個開放的態度 三大電信計畫2020年分別建置 4000座5G基地台 臺灣之心今年建設1000座 六都城市覆蓋率初期50% 預計2023年5G訊號 就會普及全台 期待透過整個公司協力 讓臺灣成為未來的5G大國 在全世界的整個數位 發展過程裡面 扮演一個關鍵的力量 美國國務院公布 5G干净網路清單 臺灣5家電信業者通通入列 全球移動通信協會推估 2025年臺灣的5G用戶 將達到1429萬人 滲透率48% 比全球高出17% 臺灣5G發展有機會後來居上 各大掖者是積極強勁 記載第10高級人 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導